高雄深夜不平靜 凌晨两点多警方接获报案 位于复兴二路的一栋大楼 有九克闹事还波及两位工作人员 由于闹事男子的情绪非常激动 警方到场只好喷辣椒水控制现场 将两名闹事的男子带回派出所 厘清事发经过 依伤害罪侦办 男子喝梦了和同团客人起口叫 却波及到一楼工作人员 警方获报赶来控制现场 警方想将闹事男子带上车 他却不配合逼得警方拿出辣椒水喷洒 闹事男子的友人 偏偏向警方致歉 会激动到破例式大人 都是贪杯惹的祸 九克间的口角 害得两名工作人员 无故被牵连 幸好警方来得及时 将闹事的两名男子带回派出所 冷静冷静 并离清事发经过后 依伤害罪申办 记者邱建勋许成文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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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